是有一艘載著九名漁工的臺灣級的漁船 漁發兩百三十六號 今天凌晨大約一點鐘左右 在臺北縣 臨山比外海三十四海裡的地方 可能是因為漁船的機房起火了 所以我們看到整艘船 就這樣陷入了火海 還好當時海軍藍陽艦 剛剛好經過那個地方 把九名跳海逃生的漁民救了起來 漆黑的海面上 可以清楚看到一整片的火光 這起火燒船意外 發生在凌晨一點左右 臺灣級漁船漁發二三六號 在臨山比外海散射海裡處 疑似因為機房著火 導致整艘船著火突滅 第一時間 輪機長也有下到機艙 來進行一個撲滅的動作 但是因為火勢實在太大了 撲就不急 所以他們也宣布棄船 來跳海逃生 包括臺灣 中國印尼在內 總共九名船員 在第一時間 都被海軍的藍陽艦 從海面上救起 三個上路 三個臺灣 三個印尼 不過漁船從凌晨一直燒到了天亮 海軍隊花了好長一段時間 進行滅火 已經嚴重迴損的船身 在短短一分鐘內沉入海底 露出的機油也再度引發火事 黑煙不斷往天上衝 不要走 撐下機啦 好 來吧 所信九名漁工都平安無事 海軍隊也從海軍艦艇將他們接回 結束了一場海上精魂祭 民視新聞莊順發林秉舟 台北報導